有很多的花友老是问啊 说这个老花衣怎么样让这个叶芽变成花芽 这个就比较难了 你就咱们以绣球为例 绣球呢它分为新枝开花和老枝开花 如果说是老枝开花的那个 即使是今年长出来的新枝再多的叶芽 它也不会开花 因为它不具备那个花芽分化的那个能力 它没有分化好 它第二年是不开的 你像这种新枝开花的这个 好多的话 老花衣看光长叶不怎么爱开花 这个时候您就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个磷酸二氢甲 也就是什么呢 除了这个气候等等一系列的因素之外 大家可以用肥料来控制一下 就是磷甲肥啊 磷肥稍微多一点 它可以促进这个花芽的分化 第二个事呢就是光照 像植物它有一个特性啊 当自己缺乏光照的时候就拼命的长个子 长个子以后好长得高去够光照啊 你如果说光照不足 它就开始收收的长 所以说呢 大部分开花的啊 咱们说的是大部分 你看绣球就不能强光爆晒 它都喜欢一些光照 光照也是孕育花苞的一个关键点 那么刚才呢 咱刚开始给大家说气候的这个事 还有一个就是温度的事 你就比方说 像春子兰和兰花之类的 它们呢就需要在冷凉一点的气候下 去孕育自己的这种花芽 才去开花 其实叶芽和花芽呢是完全的两个概念 好吧 在这个月季上面叫什么呢 叫芒芝 叫芒芽 对吧 咱们好多的花肉称之为叶芽 所以说呢 它完全是俩概念 如果说是像月季这种 芒芽多 还是那句话 淋算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温度的事 你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需要春化的 需要这种冷凉条件下的 你就要用温度来把控它 才能说是让它长得更多的花芽 才去可以 还有一个呢 光照那个事 也刚才说到的时候呢 忘了说一个长寿花 长寿花是一种短日照 每天只接受6到8个小时左右的光照 其余的时间是要黑暗中 它才会孕育花芽 要不然它就一直长 对吧 你看结合几个点 就是光照 温度 还有肥料的一个把控 其实你拿捏出这几个 你首先你得了解植物的习性 然后对症下药 才能让更多的花开出来 有更多的花芽 而不是腾腾腾的 你把叶牙变成花芽 熏悟空吗 变 变 好 这不错 就点个赞 其他养物局的视频要留言 我老花一 养物专一 白了